你靠腰什麼啊 你平常那麼辣的影片拍一堆了 啊就換一個臉下不行喔 幹講這種話真的就是他媽的 他媽的七四一四 幹那個就那個就太超過了好不好 欸你們要想想 這個我真的是很難交代啊 下一次我回家的時候 我爸媽又在那邊問我 我到底要怎麼回答啊 我就是頭很痛欸 主播真的是已經很累了他媽的 不要一直給主播造成困擾好不好 EQ高IQ 謝謝囉 沒有啦我就只是比較無所謂 我公文也不介意你們看到我素顏 或者是我也不介意你們看到我沒洗頭 我個性真的很偏男生啦 我覺得這種事情你們不能拿我當標準 我個性真的不是女生的個性 像很多女生看到這種影片 心情是會大受影響 會覺得非常不舒服 覺得很噁心 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親朋好友 有一些人是真的會 會非常不舒服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 我自己啊 我自己說服我的方式就是 啊反正那就不是我本人啊 就你們再怎麼看那就不是我 有什麼不好面對的 因為有一些人就是真的他媽的講不聽啊 我是說真的 重點根本不是內部片裡面你長的怎樣 拿奎婷來講好了 大家一定絕對會有人說 你靠腰什麼啊 平常那麼辣的影片拍一堆了 啊就換一個臉下不行喔 幹講這種話真的就是他媽的他媽的七四一四 可是絕對他媽的很多人會這樣子講 講這種話的你真的是他媽的給我去死 正常人都知道這件事情是兩回事 可是絕對有很多新聞下面的留言 會直接講說啊本正這一些女明星 這些實況主這些YouTuber平常自己也拖得很開心啊 現在又怎樣又在裝女權啊 那你們再想想看如果是我們的爸媽 我們的親戚我們的朋友看到這樣子的留言 他們又會有什麼樣的感想 大家平平都是出來工作的 我一開始出來開實況 也只是為了想要跟大家一起開心的分享打遊戲 一起分享宅宅的喜悅 跟大家一起討論動漫畫 想要跟大家一起討論遊戲 然後他媽的現在被講成這個樣子 活該喔 欸不是欸今天我要開什麼泳池台還是什麼的 那是我自主做的選擇 欸不代表你可以把我的臉 弄成這樣做這種事情 我的臉要怎麼用是我的事好不好 你沒有資格這樣子用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要說這件事情到底會對這些女生造成什麼影響 我剛剛講的這些應該可以理解了吧 應該有想像空間了吧 應該可以理解 懂為什麼有一些女生這麼難面對這麼氣吧 我其實本來就不會把別人的意見當成我的意見 我也不太在意跟我不太熟的朋友看了之後會怎麼想 但我唯一在意的就是我爸媽 但好險因為畢竟是家人所以還可以溝通 對啊 所以對女生來說重點根本不是那個影片裡面會長怎樣 當然影片裡面長得很噁心也是很不能很不能接受也是一個重點啊 感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同樣的這個影片帶來的負面的效應也是讓人覺得很討人厭 所以啦大家不要覺得好像很難以理解還是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就是有這種感覺 那就是大家自己好好注意啦好不好 不要以身試法 這個是很基本的身而為人的道理 啊你也他媽的不要在那邊跟我說 可是很賺啊 啊你看看連這個錢也想賺那你就給我進去 交保了那沒事嘛那我們就看後續嘛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50萬就交保 大家現在正在準備團隊開始要有法律動作 你不要以為50萬就結束了 而且他是真的拿出來販賣這個是真的是 我們是非常有權力可以跟他求償的 有私訊黃傑嗎 我是有在他的粉專下面留言他有來我這邊留言 他有說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找他 蠻多單位都有在問我們大家需不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都還在洽談當中 欸但太詳細的事情就不好跟大家說了好不好 法律事務所公開 當然是可以幫忙把他印在那個影片下面 把他貼一個LOGO 感謝事務所的幫忙 平均觀看影片還有63%的人沒按訂閱 有訂閱的人會收到歐洲公主的祝福 走遊抽卡都實抽畢業 趕快訂閱吧 那我們聊一下這個 第一眼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覺得超級扯嗎 就是我有對他這個人做這件事情覺得有點扯 可是因為我本來就知道網友會做換臉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本來就覺得就是 啊就這樣 可是我蠻意外是這個人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別人做我覺得都還好 不然自己同業的人做就很缺德 這個是他好像是不是也沒有跟什麼人合作還是什麼的 他不算是我們這種大時代的youtuber 他就是個人為主的那種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有心啊 幹這些人離你那麼近 你再怎麼樣總有一天 你都會遇到啊 對啊 哪一天冤家入宅就真的遇到了 都不會覺得很尷尬嗎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模式是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一出來的時候 阿民就有跟我說他被弄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有去做一下功課 這到底是創單小的 幹你有在群組裡面是不是 我沒有在群組裡面 因為我知道他要加群組 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特別的服務 可是我覺得這東西太危險了 我就沒有去 我只是去研究這個程式是什麼 而且重點是我看新聞 他說他是拿他自己的個人帳戶 就是如果別人要轉帳還是什麼 是轉到他個人本名喔 那我想說幹你在想什麼 你到底在想什麼 不是 這年頭有錢不需要人品 這不是人品 這是犯法 違法好不好 這比人不能品還要更過分 而且我跟你講 這些人都不是有錢人 所以他們才會做這些事 就像我 你要買到我的尊嚴做這些做這些犯科的事情 你可能要花個幾十億幾百億才買得到 但是對他們也幾百萬幾千萬就買得到 因為你看他們都可以為了錢去做這些事情 對啊 但是我我完全不會為了錢做這件事啊 因為我對我而言那都是沒有必要的 我不會為了錢把自己這個搞爛 什麼所以還是買得到 白痴喔 那你是低能額是不是 我們剛剛的意思就是因為 他們可能是窮怕了 所以對於這些錢 欸你不要覺得五百萬 對一個他這樣子流量的youtuber來說 什麼五百萬一千萬的 真的工商認真的接一下 是真的還好耶 像他這樣子流量的youtuber是真的很還好的耶 但是他們卻會為了這樣子的錢 然後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丟掉都不要 然後背負著有可能會被關起來 再也從此消失的風險 這樣就代表他們是真的窮怕了耶 還是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他們都是爆紅或是很快紅的人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事情他們沒有掌控度 他們都覺得 反正我做什麼都會都會成功 但是總有一天你要還 出來走跳總有一天要還 對啊總有一天要還 但是沒想到還得這麼快啊 直接被抄家 館長發問丟出疑問哪裡看得到片片 就像如果我本人 現在如果想要看這個影片 我應該也要跟他們付錢 我才能看吧 因為我不是會員 我看不了我的影片 他媽的 用我的臉 你還不是會員 我他媽的還不能看我自己的影片 你要被立美的嗎 那你要兩萬喔 兩萬我幫你做一個特別片 我還可以幫你做他那個VP 你買這特別片我們還可以送他最新的那個抱枕給你 好啦大家真的不要好不好 你也不要告訴我 你有沒有看 欸小梅 你上次那個換臉影片我看完了 我身體怎樣怎樣 啊幹真的也是偏噁心喔 不要告訴我 不要告訴我 雖然我平常很喜歡開一些無的無的黃腔 但是我真的不想看這個